今天整個的關鍵其實就是第八條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就是 剛剛趙雯其實就跟之前講的話一模一樣 那時候我在程序發言的時候就已經有講過 今天會被影響的單位他應該來說明 你那時候說好 結果隔天就沒了 他們也沒有發言 然後現在又說在協商的時候再讓他們整理一次 沒有任何的意義 因為你等一下就要出委員會了 所以我覺得 你今天出委員會 不是就是要出這個委員會協商 出委員會協商 但是就是說現在這個狀況就是說 為什麼一直講錢跟錢 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按照國民黨的版本 現在如果是6000多億的話 你6000多億會影響到現在的哪些施政 剛剛黃委員有提到說應該整理 我先告訴大家 我們辦公室直接看預算書 也可以看得出來會影響哪些 最大中的就是國防經費 因為國防經費 我在國防外交嘛 國防外交不含人事費是2900多億嘛 那你今天要從其他的雜項錯到6000 基本上就是做不到嘛 譬如說你少子化的對策也是346嘛 你治安維護現在是360都是扣掉人事嘛 你這些湊不到6000 所以你要動就會動到國防 那就回到剛剛為什麼要講這一個權力的問題 因為今天譬如說國防它就是中央在做啊 請問我們現在要把這個6000多億 還要給台北市特別保障 那現在是不是台北市要自己建一個魚叉飛彈 叫蔣萬安魚叉飛彈嗎 那蔣萬安來做國防就好了 蔣萬安來守護我們這個國家就可以了嘛 所以今天你在地方制度法 你今天不可能在財化法就決定權力的分配 中央跟權力的分配是規定在憲法上面 我們還能修憲耶 還沒有修憲你只能針對地方自治的 特定的一些事項來做微調 那在之前一直到現在地方淫於是600多億 那你600多億你現在要給他6000億是10倍的 剛剛郭國瑜也有講過 那你這6000億現在給他他們要做什麼 沒有方案耶 沒有方案的話那他就是像剛剛 理婚室委員講到的啊 他就是不想努力了嘛 因為我坐在那邊就會有錢來啊 我不需要提出計畫 我就可以拿到相對應的金錢 所以今天我不用再講說 主技術要整理什麼哪些會被影響 我們直接看今年度的預算書 除非國民黨根本就不想省預算 就從頭到尾都不看預算書 當然不知道哪些預算會受到影響啊 我在國防外交 我今天去這個內政委員 我去看陸委會的 我看也知道哪一些會被影響 你只要把法定預算扣除 把一般補助計畫補助扣除 剩下的就是會被影響的嘛 這個會很困難嘛 接下來你只要看他被影響的比例嘛 你的比例不管是用原來的 假設是將近1分之1來算 還是把剛剛一般性計畫性放下來算 還是一個關鍵啊 所以拜託 這個都應該在委員會討論 你那時候都有答應 我那時候說國防部應該來說明 因為國防部會受影響最大 你說好 為什麼隔天來了以後 結果什麼都沒有討論 你覺得10% 國防部會比較不躲當 你覺得幾%躲當 維持現在10% 你維持要跟你提案吧 你提案你維持10% 這就是你們的問題啊 你要提的嗎 你們提了一個有違憲之餘的法案 然後你會說我們違憲的版本在哪裡 你先提了一個殺人法案 然後我說殺人不害 然後我說我的殺人的法案在哪裡 這是什麼道理啊 你自己提有問題的法案 然後你叫我們說 我們要提一個有問題的方式對案 今天武力華委員的版本 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耶 他不是在搞這一個6000億耶 他是把這一個主體多了 石俠市山地圓民這個放進去耶 也是為影響啊 所以這一個不是在想水平跟垂直分配的問題耶 你不要自己提出這些違憲的版本 然後說我們違憲版本在哪裡 不要再用這種話數啦 我說什麼以前 這個賴總統也有提過類似的法案 他們提的法案不是像你這樣挖6000億啊 這根本就沒有發生嘛 不要用這一個當作理由 要討論那就是討論第八條 我已經講了第八條的不應該到25% 那理由非常簡單 那你可以聽說你覺得可以的是嗎 你覺得可以的是嗎 不是權力會不會是你 憲法跟地方制度法你沒有修 你把這一個25%拉出來 你一直都因為沒有修憲法 所以地方這個財法這一條根本不能修 沒有啊 你的權力在哪裡 你今天如果是要討論他 你拖出來的財源 請問你要給地方制製的事項 那個事項代應在哪裡嗎 你沒有那個對應的事項嗎 你對應的事項不存在啊 內政部已經調了多數都不提供了 那你提出更好的版本喔 我們要什麼更好的版本 你不要提出違法的版本 叫我們要提出違法的版本 謝謝 剛才沈柏洋委員講了幾件事情喔 國防預算當然我們也非常的支持 但是就我從新聞媒體上看到 過去我們國防預算 都是連續性的預算 那也會用特別預算來去做編列 這是第一點我要表達的 第二點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殺人法案 在立法院其實每一個委員都是獨立的個體 我覺得大家都彼此 都不要去批評別人的法案 你也有提別人的法案喔 我覺得不要互相批評 但是什麼是一個合理的法案 我覺得就是透過朝野協商 透過我們最後協商的方式 大家盡量來溝通 今天所有的法案 最後都會是用直播的方式 大國人也都可以看得到 第三 所有不管是做長照 做兒福 哪怕是做其他的項目 其實都是地方自治的範圍 地方自治 是規範基本的大原則 而且是滾動式的修正 比如上次私安發生問題的時候 原來中央其實要求做很多事情 但後來中央也發現他自己做不了 那他也把很多的業務跟工作交給地方 所以我應該說 很多地方自治的自治事項 他都只規範大原則大方向 而且是滾動式的修正 那至於未來中央跟地方 有時候權責怎麼分配 那當然如果權責分配多一點 那地方分配多一點 如果中央願意扛多一點 那當然地方有時候 他大家就是可以互相去做調整 曾委員其實我一直覺得他是新秀 這個民進黨的新秀 還不容易去台第一名 不要這樣動不動給人送帽子 委員們的法案都是法案 我一下就違憲 這個殺人法案 不要用這樣的帽子 真的 我要判中你 而且我認為你是民進黨的名字之心 你不需要我們 所以你會當國防部長 如果從山上都可以當勞動部長 我們當盤勾 我們說從山上可以當勞動部長 沈柏洋就可以當國防部長 沒關係 這個真的 他討論過 不要動不動就扣人家帽子說是威脅 大家每一個立委都在罵禮 辛辛苦苦寶寫東西 他有你對他餘錢 我們就改嘛 6000多億太多就改 我不是給你改了3000億 大家來討論嘛 就大家討論的意思嘛 不要說啊這個一下就 喔 殺人法案 違憲法案 真的這樣子沒辦法討論下去 大家彼此尊重啦 大家都一樣大 不要說怎麼樣 大家一樣大 所以我就覺得 今天結論已經有了 結論就是沒有結論 所以所以大家就 大家就發揮 不必太激情發揮啦 因為結論都有了嘛 就是說團成你們 不公平就每一條都有一線 所以每一條都有 他都有一線的結論 我們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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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條都要保留 我們就尊重他每一條都保留 所以今天 阿北是結構的啦 但是 但是我要提起行政部們 每一個委員提到的東西 你們就要去準備一下 剛剛一直在講錢跟權 那這裡面還講 我不認為會影響國防什麼 兩千千千百多億啊 這個怎麼樣算得沒有這個東西啊 不會有這個東西啦 你國防獎金 你有沒有錢在廣告了 人家給你講 你就這樣子運了什麼 欸獎金會錢一半 也不會有這回事啦 獎金那個東西 你喬很好喬啊 這個叫什麼 說什麼 這些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 不需要給大家戴帽子 真的 大家都一樣大 好不好 大家都是立委 沒有說水比較大 水比較沒有 大家都一起大 不管你是選出來的 或者是部門區的 我們都尊重大家 那今天的程序 已經有結論了 結論就是 郭博恩委員講說 每一條都保留 我們尊重 就每一條都保留 好不好 其他就跟我說這樣而已啦 等一下好 那謝謝賴委員喔 主席上也不用擔心 國光獎金 我們今天一定會在那個 把那個宣傳費好好的砍一砍 一定很夠發獎金 不用擔心